在后台的时间会怎么度过 平时在后台的时间啊 补服装 拍摆照片 然后很快就度过 对 会不会用碎片时间拍剧啊 或者动画什么的 因为就是后场的时间太碎片了 而且你准备到临上场的心里面 会想着后面的工作 然后看不下去 看不进去 对 会刷微博吗 对 会刷微博后面热搜 经常会刷微博看热搜 这段时间是非常合适 那今天造型也非常美丽 像每次准备好看的衣服的时候 就在之前会吃东西吗 我不敢吃 我会早上刚睁眼 就是7点钟 然后刚醒的时候会吃一点点 然后每天就不要再吃 那各位歌手上台前有什么热身的想意者 如果我要唱歌和表演的话 就是上台之前会开嗓 然后呢我一般还有小方法 就是我会看苹果 对 因为苹果它其实是开嗓的 然后我上台之前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就会啃平衡 冬天出席活动必不可少的是什么 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觉得是羽绒服或者是披肩 然后甚至是秋裤 但我今天忘记穿了 然后其实这种大裙子很适合在里面穿的秋裤 看起来是这个球鞋 对 然后看我里面的鞋子 就是必备的是一双舒服的球鞋 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因为穿在里面很舒服 也看不到鞋子 然后还有个环节就是想突击一下 看看你的新年手机壳 手机壳 我的手机壳那可可爱 这个手机壳呢是狗狗的手机壳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粉丝送给我的 然后他做的这种手机的气囊支架送给我 这个上面是我家的猫猫 他叫小迷 安利给大家 我的儿子 对 好可爱 可以看一下壁纸吗 壁纸啊 等一下我把这个微信关掉 不然他们看不到 壁纸也是我儿子 太可爱了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 请给这个写一封 给五台的情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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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就是谁就对五台的画 然后还有就是二年二三年还画个兔兔 天上 画个兔兔 高炉顶兔兔 好丑 好丑 这都有胡须的吧 好丑哦 哎呀我能不能重新画啊 好丑啊 不要兔掉可以吗 可以可以 其实很可爱 我兔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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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现在 先这样是这不是白纸吗 我先这好了 好 可以啊 好 谢谢 谢谢